大家好 今天穿得有點 有點幼稚 有點害羞 所以跟這麼多年輕的朋友在一起 我想要重新感受一下青春的滋味 大家好 我是初友鴻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都玲 大家好 我是翁好 我現在和翁好 飾演張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在左耳中飾演小耳朵 小耳朵 剛剛和翁好跟大家打招呼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那個孩子們的放肆 剛剛小耳朵跟大家打招呼的時候 我感覺很多男生都在竭力的克制 對 一會兒大家都把張不用克制了 首先到這裡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前一段時間我們在微博上有一個話題叫 為什麼叫左耳 三位的答案 為什麼叫左耳 因為左耳靠近心臟 所以田野畢要說給左耳聽 好 這就馬上好好說一說出來 對 因為我們這個藍線團 所以說的都是選傳音 好 好 來 小耳朵 因為小耳朵的左耳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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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叫左耳 因為小耳朵的左耳聽不見 好 我說服自己有邏輯 是有關係的 好 好 主導呢 因為青春彷彿就是左耳的時 快叫我 叫我金句我 哎 絕對是 哎 這個還真是挺平鞋的 有一個型 因為青春彷彿就是左耳的時 想明白這兒話音用的可謂是神奈之筆 好 基本上三位都有答案 田野畢要說給左耳聽 還有幫他蘇導跟我們分享的是左耳的事 我覺得大家應該就記住了 那 今天我們去校園活動到廣州站 其實在前一段時間咱們大家跑了很多的學校 然後留下了很多的特別好玩的照片呀 有很多好玩的事兒 歐豪跟蘇導基本上都在對不對 基本上都在 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在校園活動當中 校園 對 你看就是這些嘛 我們能夠看到一些校園活動的照片 和郭同學們很熱情 一會兒咱們也會來大自拍了 我覺得走校園的時候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 他有一個環節就是會讓底下的同學 上來說一下你青春期做過最瘋狂的一件事情 然後很多的男生或者女生都非常勇敢的說 他青春期的時候做過他 他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還挺印象深刻的 每一個人說 那哪一個最瘋狂的事情你印象深刻 哪一陣 對 哪一個 有一個女孩說他有一天 怎麼了 去外面過夜 我好像對這種事情一般就是 聽你們就記住了 不是 因為她是女生 她是女生 她很勇敢 很勇敢 所以我就對她印象深刻 而且我提示一下 好像那個女孩是16歲左右的時候 那我就不知道 她假如16歲左右 在外面就過了一夜 真的是少年有美 來 你的輸導 輸導分享一下 校園活動當中 校園活動啊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好宣傳 沒有這麼近距離 跟就是所有的觀眾還有年輕朋友見面 今天很開心 我覺得自己也年輕了起來 嗯 對 從今天我們是有富共睹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輕鬆 我已經很久不裝了 好 嗯 小小哥之前沒有太多參加的 這個校園活動對吧 我好奇一個是 因為這個片子馬上映了 然後最近很多的預告片 也分享出來了 那接下來你在學校裡 應該就火到爆炸了 來 在學校裡的情況 有預想到 現在在學校已經紅了嗎 我 我 我覺得還好吧 還好 那 那就是有男生會過來給你遞紙條嗎 會有男生給你遞紙條嗎 不會 不會 因為大家都是手機的 哦 那你收到過什麼直接表白的那種信息嗎 嗯 我不想說 哦 我明白了 太多了 給那些男生呢 留一點小小的空間 好 接下來就是 咱們除了這個小哥活動之外 這就是多兒嘛 昨天前天這兩天 咱們就是去了快樂大板營 是的 還有英文婚宝的年度盛典 呃 陸快樂大板營感覺怎麼樣 嗯 陸快樂大板營 我應該是挺緊 啊 因為以前沒有 因為以前沒有參加過這種 啊 這種節目 啊 不過到後面就是 就忘了我在節目上 因為大家都玩得很high 做遊戲 對 做得很快 好我沒接住啊 不好意思 我覺得跟那個 那 就是應該是拍完戲之後 我們第一次這麼多人一起聚在一個節目上面一起玩 我覺得反差很大的一點是 因為我們拍戲的時候 因為劇情的需要 我們可能都會比較壓抑整個氣氛之類的 嗯 但是我們那天 所有人好像 就是可能 呃 沒有 不在那個角色裡面走出來的人 所以每個人都玩得特別的high 很開心 對 基本上我們沒有 我們這一群人沒有在開心的氣氛這樣聚在一起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拍戲的時候都比較高壓 對 是吧 對對對 因為在現場當然也會說開什麼玩笑 哈哈 沒有啊 導演是這種風格 對我們不敢 你們不是還是 還是有辦法偷偷再試下碗台嗎 哈哈 這個不能告訴你 哈哈 好 就是因為 因為副導拍戲的時候設計就很嚴厲很嚴苛的一個狀態 終於 做快樂大餅而大家放鬆了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彩蛋了 就是 就看過的同事跟我講一個細節 就說小偶 好像是怎麼著把杜海濤擠下台了 對我覺得這個細節到今天大家可以去節目播出的時候一起看一下 另外就在昨天 呃 第十五屆因為冬某年度盛典然後舉辦了 我也是現場的主持人 然後呢回頭之後我去看那個微博畫地排行榜 我們是第三名 其實我是有一點沮喪的 但是後來往上面一看 前兩名都是昨兒 我一下子都失懷了 嗯 講一講昨天在冬某年度盛典的一些感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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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耳朵先說 就是 因為昨天穿很高的鞋子 嗯 然後我就一直站不穩 嗯 然後我就站一下 然後就 就一直 站著胡下 站起來 昨天我們站後台的時候胡下走 因為胡下 其實可能 他已經比較肆意嘛 嗯 然後昨天小耳朵呢 因為他穿的高跟鞋 嗯 怕帳戶會得摔倒 胡下就說他一趟就站在那兒 他說小耳朵沒過兩秒 他就把手這樣放過來 這個感覺 對對對 然後呢 兩三秒之後呢 他又開始說話 然後胡下剛講放鬆一下 發現小耳朵又把手又成功了 就一直這樣重複重複 然後我就看到胡下整整個晚上 站的姿勢就是 哈哈 暖男 特別 是吧 因為紅團呢 我也在現場 就大家走來都是嗨嗨的 然後那些小耳鞋比較高 然後就要穿著胡下 那兩個人就 就這麼走 感覺挺像結婚的 哈哈 而且是你第一次坐在第一排 看這樣的頒獎女艾演唱會 是 好不好玩 好不好玩 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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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哪個演出的細節 讓你講比較深刻 覺得特別特別爽 特別開箭 有哪一個嗎 當然除了歐好哥 胡下唱的一段方向去飛之外 就是本來他們 他們要叫我上去唱 結果我 結果後來就是沒有 所以我就松了一口氣 哦 本來其實是希望他們可以三人能夠唱 那後來再再練了半天 後來呢 可能後來就是不行了 哈哈 後來覺得還是安靜的做一個美少女 在想為什麼不是導演上去呢 導演這都跟幾分別導演 也對 也對 因為我要負責跟那個大佐聊天 哈哈 要不然你去跟大佐聊天 啊 哈哈 聊到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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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沒事 焦耳了焦耳了 然後昨天不是說 因為年度生典 我們話題在第三名吧 然後前兩 其中有一個話題講 就是咱們左偶的那個主題曲 這事兒批出來 直接就爆發開了 太多的人分享這個主題曲 照威威姐演唱的 那今天呢 安靜也在現場 咱們現在大家 踏踏實實的 調整一下狀態 認真天真的 看安靜 聽一下歌 請看 大聽 左耳靠近心臟 有一個 提音蜜語 要說給左耳靠近 聽不清的耳語最誠感 看不到能行動 有一個動的 對 有一個動的 對 执着难得 总不会辟负 你的专程 谁不曾一时轻薄而消散 谁不曾无意让别人脑痕 别坏身体 偶尔会生败 谢谢 出来了 赵薇薇姐来演唱了 首先我先问一下苏导 当时是怎么想到 请赵薇来唱这首歌 不晓得 我觉得除了她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人更合适 就是可能是内心自己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想 昨儿这个故事 当然是一群正青春人 正青春的人发生在当下的一个青春的故事 里面可能有一些包含了 也会有爱情这个课题 也会有一些人生价值观的选择 会有一些 人家人家保工作人员 承担这个分量和它的重量和它要表达的东西 那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很早知道 那好吧 那我所有的青春所有的成长 其实都在大家眼闭底下 基本上算是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 那我觉得我的身边比较 我在青春的时期 我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小伙伴 那包括有小舞队的成员 然后也包括有缓注的成员 这样子 那这部电影其实 主要还是讲一个女性成长的故事 那所以我觉得 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女生 那在这些小舞伴里面 我就觉得赵薇 当然不让 她一路成长过来 从开始大家熟悉的 小燕准 底下就广为人知 然后接下来 人生经历了很多的 不一样的高高高高高低低 然后蜕变成现在一个成熟的 成熟的女人 那我觉得她来唱这样的歌 一定会特别有感情 而且她的声音 我一直觉得 她的声音很真挚 非常感情 一开始我在想 赵薇 薇姐是最好的选择 但刚刚听了出稿的分享 我觉得应该是 唯一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们两个 应该是从一起陪伴着 我们很多人的成长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用掌声 邀请到赵薇 来 先给我们大家拿一个招呼 四位技能大学的同学们 你们好 非常吗 你们好吗 嗨 这样 这样我觉得好不容易上 咱们先给大家稍微拍一会儿照 好吧 我看你们已经气动了 我帮我边站一边 先拍一小会儿照片 好吧 来 给大家几秒钟时间 我跟大家刚才是讲了一会儿呢 把我们这个照片 上微博的记得带话题 土耳在 见青春 欢迎 一会儿我们在微博上找大家 跟大家有后续的一个互动 好吧 这每一秒钟都有一两千张照片 我判断 我判断 好 来 差不多 同学们 回座位 回座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会儿还有接着拍的时间 好 请多坐 她的声音聊一会儿 呃 刚刚听完这个歌 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苏导也讲了 真的是诚挚的 标准男唱的首歌 呃 当时苏导 是怎么顺利唱这个歌 因为有六年没有开访 对啊 我呢 本来不打算又再唱歌了 嗯 因为我实在太忙了 唱歌 对我来说挺有压力的 嗯 然后 我是被苏导给 深深的给 给逼的嘛 哈哈 是逼的 那就把这个过程给 有刚刚话也才说了前半段而已 你看有这个ID 非常的好 如何 如何敲 对 要让他下山是一个代理 嗯 也没有 但是就像友宏说的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长大 然后一起被很多人记住 喜欢 其实一起成长的小伙伴不是很多 然后我自己也曾经第一次当导演 真的是 第一步是真的很需要 很多好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我觉得我能做的也不多 我也昨儿年纪也大了 所以 所以 就帮他唱主题歌吧 太谢谢了 魏丽 哇 哇 哎你要不要以为求婚 别被 哈哈哈 谢谢 当时那个苏导 一开始跟你说的 不是一个什么场子 他怎么跟你说的那件事 他才没那么尊重呢 就打个电话跟我说 而已 你以为他见我跟我说 哈哈哈 那他是通知的还是我给你上着的来 他是通知吧 嗯 哎我那时候非常神秘的邀请 没有看出来的 哈哈哈 对对对 嗯对 但是我不得不说 我很幸运吧 比今天所有在场的同学们都要早看到这部电影 因为我想唱我的主题歌还是要了解一下 我在想 哎小姐 小姐不要碰到这个干 看完我这个看完我真的是很感动 嗯 我觉得 友谊做的特别的棒 而且我觉得像欧豪和多灵 我觉得他们 怎么可以演的那么好 哎 我真觉得 出乎我的音量 真的 我刚刚欧豪跟多灵那个威胁上来的还有点小狙子 一说演的好哗就笑出来了 对 演的特别好 可以吃了 哈哈哈哈 好 因为表演的部分咱们有一个时间咱们慢慢聊 先分享一下这段歌 就是 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哪一些歌词是最打中你的 呃 前任也曾经是对的人吧 前任也曾经是对的人 对对对对对 因为张老师 有时候这个话很 很白 嗯 很直接的一句话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 从开始谈谈的时候 就会不断的出现前任 所以这是一个共鸣 共鸣感我觉得很大的一句话 因为有时候错误了吧 才会有遗憾 决心在一起 说不定早就翻脸 所以 前任也曾经是对的人 还是挺有共鸣的 特别好 我刚刚开始被人家讲这句话 但是有几个男生特别劝远关了路啊 对 你要有前任的举一下手 哈哈哈 哈哈哈 都 你看就这么几个 你们肯定是不好承认 你们不举手 一定是因为现任在边上的 好 这个话题我替你们笑过 好吧 刚刚威胁说也看了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个歌跟这个电影是不是很 他在往那里对你交吗 不安分散 不安分散 呃 我觉得这个词应该也有灵溪对看完左耳的个人的感受和理解 嗯 像这首歌的创作团队作曲是黄宗贤老师的 灵溪老师填词 斗篷老师编曲 然后现在是在独耳当中呈现赵飞演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梦幻的一个组合 那其实在今天这个主题曲打中了很多的同学们 是有很青春的一种感受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微博上也出现一个话题 一个视频好像说有一种青春叫小燕子跟吴阿尔 然后现在看一个造型 你们两个是商量过的吗 还是 你们两个肯定是商量过的吧 那这一声 是的 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杜琳跟那个杜琳 就是欧皇 杜琳跟杜琳 像欧皇跟杜琳他俩应该穿着西装 这样显得我们俩更嫩了 真是有功说的 重版青春嘛 重版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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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因为 不知道一看到他就会想到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刚认识的时候 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是大概多大 我们二十几岁吧 那时候肯定比他们两个小很多 是 那时候我十九 十九 十九 我以为二十出头呢 二十出头 那小时候啊 第一次见彼此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还有印象 那个小细节 第一次见面 世界上从没有眼睛这么大的人 哈哈哈哈 好 威姐 哎呦我跟小火队拍戏了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我那个初中的时候听小火队这样的 哈哈 那时候有功严很小就是了 所以小孩子更容易喜欢小孩 啊真的是 就是同名人在一起 一边拍戏一边玩 开开真心一起唱一道 那你觉得就是两位讲一下 就这这几年啊 你觉得就是先说先为苏狗光导演吧 就威姐你觉得有什么心态上的变化 或者生活上的变化 你觉得他这几年 这个我觉得他的变化大家都有不共睹啊 你果然把这么闷的问题问出来 哈哈哈哈 我一定要 我这个苏狗一定会 有一个特别棒的回答 那个变化是什么 他其实就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 对 请了 那我帮个奥一个 要不然我还能说什么 我有一个奥的回答 就是说呢 最核心的一个变化 就是 赵薇 薇姐 成为了华语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变化了吧 对 对 还好苏狗光不是女的 要不然有点威胁一样 哈哈哈 苏导 我觉得就是 马上这个春天 大家会期待着你的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祖尔 希望可以给苏狗光导演带来一个巨大的发展的变化 到时候上映4月24号 咱们这些同学们要赶快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归到咱们这一次表演上 呃先是威姐讲一下 第一次看到欧豪跟陈都林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电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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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今天是第一次见真人 啊 就是本人呢 我今天第一次见真人 第一次见真人 那好 咱们第一次见真人 看到他们的表演 就是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嗯 很真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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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觉得他们 呃 很真诚 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为真诚特别能够打动人 他们也没在演 我觉得他们也没学会瞎演 就是很真振的在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 嗯 那如果非说 鸡蛋和我们不过的话 给他们的表演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这没什么可建议的 因为他们在这部戏里面 两个人完成各自的角色 我觉得完成的都特别好 那作为演员来说 可能就是不断演新的角色 给观众带来更多丰富的角色 我觉得建议也没有什么 对于这一部 也就是以后他们怎么更好的去 开拓自己的表演和潜力 嗯 那在这一部当中 就是如果说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他们两个表演的片段 能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场戏 对于欧豪的 我是很喜欢你们两个在小面果啊 然后巴巴死了以后 你给他碗里放香菜 我觉得那场戏 我挺喜欢那场戏 他的 演的 但你演的也很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场戏因为欧豪 没有个漫剧台词 各各 可挑一场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觉得你挺适合不说话的 哈哈哈哈 内心戏啊 对我应该我也听说 我一说话就出戏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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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很多人像我这样子 必须得说点话 就是年龄大了一点 才能够不说话去演戏 这么小就可以不说话演戏了 人家都觉得爱有戏 嗯 嗯 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 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和欧豪他一起做一个校园的活动 他也讲了就是演左耳这部作品啊 最麻烦的就是内心戏 就是没有台词 没有太多什么别的就是戒指 就用表情跟内心的状态去表演 非常非常难 希望到时候去看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哎 那里边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小欧豪 非常像那个角色张耀 我觉得这感觉就特别特别对 还听说一件事啊 是我们光线影业的副总裁刘洪老师跟我讲的 就说呢 威姐看完左耳之后 说了四个字 那个四个字还不一定能播 大概其能圆景重见一点 就看完左耳全片之后 说了四个字 哎 那个赞美的有点粗 有点粗 对了 那大概其呢 咱省会成三个字吧 大概其啊 我觉得 嗯 我觉得 是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电影啊 哈哈哈哈 这个有点 有点温啦 没见 我我用了两个两个非常 啊 非常非常非常 那我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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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然后省略号好多 省略号好多 好看那个 我我我我我我帮你们重现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啊 当时洪哥是跟我们这样的 蛤 就是有洪哥呀 嗯 啊 他收拾什么太牛了 他看完之后说的这个 没有了 其实我我我我 我他没有当面跟我说过那个 你搞得上说的那几个字 我都比较隐会的 我就我就跟 我反正我每次只要一赞美这个戏 有没有就会热烈的拥抱哦 因为他特别 因为他特别需要赞美 对于 对于就是 那那我觉得接下来流氓老眼就是 你看我一夸他 我看完了好想再看一遍 真的别人说我都没感觉 他说我就会有感觉 不要他就啊他又抱我一下 花来花来花来只要夸他就给你抱 这样 下次你觉得冷和受就夸我一下了 但是你们学怕欧虎跟都灵都会得到他们的拥抱 没有跟他讲一个小故事 其实那个时候 呃 能够请到他就要重新出来唱歌 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主动提出来 就是在录音之前他想想看一下电影 然后那时候看完电影之后呢 其实那时候海外电影不是完全的完成版 是个类似初剪的东西这样 然后看完之后他就终于 后来我们就小喝了1.9 就聊聊就行 好 然后他才终于跟我讲实话 他说一开始答应我的时候 我外面就是继续朋友的仗意 可是真的不知道这个电影拍的什么样子 是你一定看的 然后他那天看完之后他就 他说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个电影是我的菜 还行 哈哈哈 我也说了一口气 你知道吗 对 而且他很专业 他那天整个电影看完之后 他自己是导演 然后他看得非常用心 他确实挑到里面有一些东西是 我想表达的 然后也许可以更好的地方 这是我之前就是 所有我给之前一些看过电影的人 他们都没有提出来过 我就觉得他确实很厉害 他读得懂这个电影 因为我比较直 所以他说的话我觉得可信度很高 对 他要向来去说实话 对 而且就是已经第一方面是专业 第二方面两位太熟悉了 反正怎么说呢 也不会有那种互相伤害的感觉 都能接打 另外我也想看一下 今天两位演员啊 今天是第一次真的会见吗 对 真人是第一次 真人是第一次 以前都在电视上面见 因为在我小时候 我很喜欢上场的人 但是呢 我看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小燕子的性格那些 你不喜欢紫薇啊 你不喜欢紫薇吗 我不说了一些什么 我还没有说完 只是 对 为什么呢 其实你喜欢金锁对吧 但是 不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 你喜欢紫薇薇吗 哇 哇 有点是这个 然后我们 中口味 中口味 来 把我心里话说说 其实那个时候 对 因为那时候就喜欢小燕子这个角色 然后导演那个时候 还是一个光头 你知道 在一个面 但是 虽然是这样 但我还是小时候 有幻想过 能够演一次 五二喝 对 所以为什么不是喜欢紫薇 因为我不想 野耀尔康 哈哈 哈哈 没关系 我们有独立想要野耳康 哦 独立这些次我反过来说 说他想野耳康 待会儿让他讲一下 好 不想不想野耳康 好 那么 这个是独立呢 这个是 就是这次见菲姨姐的感受怎么样 嗯 今天是第一次 嗯 然后我就见到了 这个 嗯 因为以前也都是看g 对 以前都是看电影 好 来 咱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 好吧 这都回答了最长的一次 哈哈 等一下我还没有说啊 来 继续 我以为都结束了 来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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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说 他就喜欢小伙姨姐 你就 那抱一下 哎 脸红了 脸红了 对 好 那你小时候也看到幻珠哥哥吗 当然啊 是吗 那你最喜欢里面哪个街上 我爱你很喜欢 可以说实话没有发现 那你最想扮演谁 最想扮演谁 最想扮演谁 对 如果可以演的话 面对太前 他说的是最想扮演耳康 面对太前 嗯 我想演皇后 我 好 你每天都不一样 因为我以前就是 因为我以前看电视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是很支持那种正面角色 嗯 然后我非常就是我就非常支持反派大boss那种 哦 所以就是就是想演皇后 然后欺负小燕 哦 他是不是很喜欢恶搞那种 行 行 我觉得这个小偶的这个分享 见走天风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感受感悲还挺好的 那其实今天呢 就是威姐来到这里 给我们带来主题曲的一个分享 特别特别棒 我觉得算是威姐给苏友芳导演一个敬请 一个礼物 那其实今天在这个现场 苏友芳导演也有给你的一个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大银 白血病是一类脏血干细胞 恶经克隆性疾病 我和各地区中 白血病的发病率 在所有肿瘤中占据低调 影片的分享当中 各位也了解到了 危害 白血病基金的是由 赵薇和麦克文化的陈总 一起来发起的 跟可能大家熟悉的基金不太一样 他们会实现完全的透明 实现点对点的分享 那今天在这里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做 工作人员 上一下我们的道具 这不是道具了 这就是爱心了 来 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苏友芳导演 苏友剧组 各位媒体老师也请留住 这一段美好温暖的瞬间 跟各位提示一下 这次呢 苏导响应基金的号召 捐出了25万元 其中20万 直接呢 承证楼思远小朋友 在抗击病魔当中的后盾 另外呢 电影佐尔片邦也捐出了25万元 支持危害白血病基金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可以早日放出 也希望 大家更多的把今天我们所有互动的部分 留下来 上传微博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 不论是支持电影佐尔 支持我们的主题曲 还是支持这一项公益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说两句 感谢剧主和苏友芳的 那你们两个拿着吧 这样照片比较多 来 雷姐给你讲一下 因为我就改不了这种 爱开玩笑的坏习惯 我尽量严肃高大上一点 然后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不是说是 呃 为了电影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跟苏友芳有互相微博关注 然后他时不时的看到我的转发 啊这个孩子进村了 那个孩子 然后就是接受治疗 然后定每个月会发 所有的 啊可以 到这个基金的所有人名单 然后苏友芳就主动跟我们提起来 他说他也很想 就重新按那个是吧 那我觉得还是有 有点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按那个眼见的 因为你可能花 就是两千块 五千块 你可以救治一个 兔存的孩子 一个白内障的老人 但是呢 一个普普通通的白水平的孩子 是几十万 上百万都打不住的 所以这个做白水平的基金 特别少 当然了 这也就是我 跟我的朋友们 决定做这个基金的原因 不能因为少 我们就不去做它 那非常高兴 就是做了以来 有很多的网友 在支持我们 给我们基金 献出爱心 有的大有的小 但我觉得 对于慈善 公益来说 爱心是部分大小的 然后我也特别感谢苏友 以及所有的居住 他们主动的是 希望能够 就是说是 奉献这份爱心 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所以我在这里 要准答 对所有朋友 以及所有的资质的感谢 谢谢他们 谢谢广大网友 我也想 我也想说两句 一开始其实我知道 这个就是 赵薇有这个基金 也是从微博上面看到 然后我觉得 他对这个基金呢 坚持的一些这个 原则 我觉得非常的 感动 因为他们是很好做 包括像刚刚大家 在屏幕上看到了 他们是 不收任何管理费的 所以就是 你投了一分钱 这所有的钱是 完全 会直接给那些 需要资助的 买学病的儿童 然后 第二个是 所有的捐助在网上 完全公开 所有的账目 是完全公开 我觉得在现在 这个大家对于公益 大家都想做公益的心理 可是往往不知道 哪一个公益 公益单位 是值得信任的时候 他跳出来 做这件事情了 而且关于账户公开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难做的 对 那他现在做到 那我觉得 我身为他的好朋友 我看到他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很激动 因为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 还没有努力 那我现在唯一能够的就是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 我绝对信任的 完全透明的一个基金 如果你也想做好事 想帮助这些白血病的人 可以去 关注回爱自己 谢谢 而且很不容易 给赵薇来点掌声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提示一件事 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分享电影的 千万不要表白啊 好吧 来 哪边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在那边 是吧 来帮人递一下 谢谢 谢谢 来 女孩请起身 来分享一下问题 小生 阿苏导你好 然后 我们 左耳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很好听 然后赵薇唱的也很好 而且薇姐跟我是老乡 我也是安慰人 然后 我觉得男生版 应该唱也很好听 所以我想请苏导在现场 要不然 给我们唱一下 我觉得我唱不过赵薇 其实这首歌很难唱 没有关系 我们就听一两句就好了 怎么那么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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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饶啊 这个是三四 来吧 我抓了 十百一格 我抓了 我抓了 第一句是 第一句是 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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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执着难得 总不会辜负 你的单纯 唱太好了 不得 不如我说真的 其实这首歌很难唱 然后我真的觉得大概 也很少有女歌手能够唱到过赵薇了 因为这首歌其实重点应该是在他的词 其实非常非常深刻 对 没有适当经历的人 对 或者是唱歌不够成 可能是诠释不出来 对 谢谢 因为我帮你唱了 你当然那么说了 没有没有 没有是真的是真的 大家都这样觉得吧 对 威姐实话说 因为我们是跟一只小宝丝 在一起一起聚在那听的那个歌 第一句出来的时候 大家是有 是会觉得有那种岁月积淀之后 给出的那个力量 是对青春的一种特别棒的一个解读 好吧 这位同学我相信你已经满足了 好来 接下来咱们再找一位同学们 来哪边 哪个人可以递一下拍 这样因为我不好决定了 公布客人你来决定好不好 那边是吗 那边 那就给那边 给前面一点同学吧 来 是这个 有 他们有那个票 他们有那个票 好来 p7 喂 苏导 苏导你好 想问一下你当导演 是不是因为受了你的好朋友 赵薇的一个启发呢 第一次当导演 那种有什么感受呢 所以 其实我在接触 竹尔这个案子之前 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导演 是这个案子找到我 然后后来 我觉得缘分就自己开始 事情就开始有他走去他自己该去的地方 然后到今天 把这件事就完成了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 因为整个电影的 从这个前期的筹备到最后的发行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队 然后做完这件事之后我就更佩服校尾了 是啊 做了一个严格的棚吧 不臭 不好意思 谢谢 来 咱们工作人员 这个选择全交给你好不好 因为 大家都长得都太可爱了 我选择不了 来 后面是吗 他这边这边是吧 好 一会儿啊 一会儿把这个车往前面引一点点 来 这位同学 所以我们欢迎你好 如果 这次佐尔电影取得很大的成功的话 你还会继续当导演 你还会继续当导演吗 他那两个嘴 还有就是 我想说 我觉得先看看 开玩笑 那时候自信村这么成功 你很高 现在还不当导演 因为我演戏同样的有才华 没有没有没有 第二位金巨王半生 但是我自己看完佐尔 我觉得佐尔 一定会继续当导演的 虽然他都是被别人逼上梁山 因为我知道是别人 但是我也有一次碰到光线的负责人 他说 跟我都在谈佐尔拍得很好 然后他有跟我说 为什么选择素红 一定要让他来做这个导演 你知道他说什么 我也看没有告诉我 他说我看 看准了 所以我们是个读书的人 对 我们老板 对于文化知识的要求 比较高 对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 对 苏鹏导演当时那个是 以 真的就是没有一秘书的加根啊 纯文化课考上了台湾最棒的大师 对 其实我觉得我生活里面还是 怎么说呢 我从小就喜欢 20岁上下吧 就喜欢思考一些人生啊 哲学啊 奇怪的名词你知道吧 然后那时候我身边人都觉得我怎么奇怪了 就觉得我想太多 就没想到原来小时候那么爱想那些事情 原来都是为了后面做的 讨厌铺路 所以我觉得可能电影第一个 呃 单纯做演员 能够传达更多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电影这个载体因为它很大 可以附和很多的东西 所以可能 还不错 我觉得就是拍电影 只是 以目前来说 你下一部戏我签你了 嗯 啊 我签你你下一部戏 是吗 张老板 哈哈哈 好 对 我觉得可能会继续拍了 可是想先休息一下 帮你导演约一签 谢谢 好 OK 下一个 好 谢谢下一个问题 来 公里人第一张爱个猫在哪边 来 来 来 哪块 这块是吗 这块 好吧 这边你好 呃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女神威姐 我想在座的各位 应该都看过《至青春》吧 呃 我想问一下 呃 希望 昨儿的票房超过《至青春》吗 为什么 你 你确定你把我当女神吗 哈哈哈 你这个问题问 呃 这个问题非常残酷 哈哈哈 对 但是没办法 长江后浪 推钱了 这样的 我不能够在象牙塔里面 永远保持一个记录 所以我说还好她是女的 但作为我们很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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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她不是一个女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我当然作为好朋友 希望她的票房更好 超越《至青春》也好 超越也破不了我的记录 因为我是女的 哈哈哈 好 我觉得客观说一句 这一次这个 就是 就是赵薇来帮忙唱这个歌 至少值五亿 所以 其实我们的这个组合里面 也有赵薇的参与 我们这个 电影的票房 最后组合的成绩 跟赵薇的这个功劳是复复开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还自己准做比较 都是赵薇的 好 那我真的应该给你 骗头骗尾都唱完 就十亿了 哈哈哈 好 谢谢哪边 往后一点也是哪边 后面一点 哪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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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的嘛 全会收入口 所以说你们那边是不是表白的 来 来 先听这个女孩的 来 我还想问杜琳呢 你最爱吃什么 呃 这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威姐 因为我很喜欢威姐 然后 这一次那个 呃 您唱那个 昨儿非常好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最喜欢里面哪一句歌词 然后 他对你 呃 你觉得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含义 这问题我们刚刚 对 大家 要听我再说一遍吗 我想知道 哦 就是那个 呃 前任 也从事对的人 哈哈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 呃 好像 不太像歌词 但是他放在课里面 就是让人一天很直观 就能够有 有有有想像 嗯 对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希望你的现象不要生气 好 来 就往那边转一转好不好 往那边照顾一下下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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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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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来 我好 我好你好 你好 你的生命没有特点吗 好激动呀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拍索尔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呀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自信吗 在呃 演戏方面的自信 因为我之前两部戏一直都是本色出演 其实拍索尔这个戏 副戏上面的一些锻炼 包括导演一些的高要求 我其实也有去强迫自己去做一些突破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自信 在拍戏方面 我其实可以做到更多我觉得 感受了 然后 感受了 感受了 加油 就是我代表所有海鸥的新生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永远支持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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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做了一件这么靠谱的事儿 拍了左耳演了这样一样 好吧 来 哪边哪边 工作人低一下 工作人这边是吧 文宇你好你好 你好 呃其实很难能有这个机会就是说我这次是特意赶过来实际上不是为了追星啊 然后我的前任的话是因为就各方面的原因 然后他是非常喜欢苏友朋友先生的然后也很喜欢赵薇 呃因为可能各方面原因包括我的学业我不小心把他给丢了 而且他非常喜欢你们 他现在在北京离开我去北京了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得到苏先生和赵薇呃 导演的这么一个支持的然后给我们去找他 给我们去找他 对 需要就是这个东西 等一会儿到后台留取 我希望有有有有有有有你们两位的就是一个先名之类的 刚刚我们家的房间有的都给你消化 如果你不介意我也还可以给你一个诚意 非常感谢 没有 非常感谢 真是非常感谢 有人吐槽说没有了你不要吗 没有没有 好吧 那我的活着拿着这个车员到我去找他 好吧 好来继续咱们提问的 那边提问的 好 来公司表演给一下 啊 苏导好 然后我是济南大学的学生 然后你们这次能够来到这边也是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非常欢迎 然后我想说我们济南大学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 希望你们下次能够在这边取景 还有还有就是济南大学也有很多帅个美女 下次欢迎来这边就是找我们的学生试镜 好收到谢谢 好 来边 咱们优先提问 谋福利的可以消费万富一些些 来 大家安静这边 啊 是的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根据饶雪曼的一部作品而改编的 我想知道就是你改编的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亮点 对就是有没有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去 是我们的完颜度很高 可是 还是说有你自己的一个idea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亮点 有的有的有的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给自己的那个就是前提啊 创作的前提很多 一个是我知道他的书名非常多 所以我希望对已经看过的小卓尔来讲 他能够看见他这是他认识的卓尔 可是同时里面又有新意 然后我同时也希望如果之前没有看过卓尔的话 当成一个全新的故事那也要成立 那对于所有看过卓尔的人来说 其实我在这里面 这个真的是戏的 我就不知道这个这个算不算剧透 因为我看的时候那片的已经拍完了 我当时在宣传的时候给他说了一些点子 因为是再见青春吧 这个倒是我想的 因为不可否认它就是一部青春片 但现在青春片已经有一点泛滥了 但是我觉得卓尔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给我崭新感觉的一个青春片 所以我应该说一个在一点见青春 这个倒是在宣传上我帮他想要点的 所以导演的操作方面我就没管他了 让他自由发挥这样 好谢谢 大家自己看我们后面这个左耳在 点了一下见青春 左耳在见青春 这是危险的地方 你想一个话题 大家看了这样的一个宣传影之后 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这也是这个小宣传影 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可能性 好再找最后一位同学 终于争取到这个机会了 我刚刚还从后面特地跑到前面来 好 那个我看小说是 因为我知道四五孔导演要拍这部电影 所以我才去看那部小说 之前虽然听说过的我有去看 然后比较关注的是里面那句 就是巴拉对左耳说的那句 就是对小耳朵说的那句话 我不知道电影里面有没有把它讲出来 我比较期待这一句话 是巴拉死之前对小耳朵 我知道那个其实小耳朵 对就是那个巴拉在死之前对小耳朵 说的那句话是很多数字 对是什么样 我也特别关心那句话 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电影里面 你来看看电影的 不会让你失望吗 有吗 你来看电影就知道不会让人失望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要海报 好 没问题 对 我是小耳朵你应该给每人发一张 大事情 我们的主持人准备 那个一万张海报在他身上 一万张海报 今天咱们身上去说是有1400人 然后呢我尽量去帮大家拗吧 那这样我们还会有 好 好 还有一个其他方式 那不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微博话题互动吗 左耳再见青春 然后呢大家可以圈我们的电影的官方微博 左耳电影的官方微博 然后大家呢就这样 发一些就是真正你们想象的问题 或者有思考的一些感受 我们会从中截取一些 然后回头个私信地址 真的会把海报给大家 如果觉得官博的那个粉丝太多 你们圈我也行 我是李生远路远 好吧 到时候我今天可以帮大家找点海报 那今天咱们同学们的分享互动 到这里差不太多 刚刚我们校园活动当中 看到了有一个大自拍的部分 那接下来咱们现场一起跟同学们来一个大自拍 现在灯光是打在舞台上的 灯光他们能调一下 让同学们的脸相对清楚一些 媒体老师更着急 等一会儿同学们这个拍完之后 会有媒体访问的部分 同学们注意安全 好吧 注意安全 你自己也跟有朋友也跟大家来一招 好吧 来 你们两个单独的出秀来一招 因为我觉得见四面不容易 按这个就可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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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从前面就 太晚了 好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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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鸡毛 好 接下来 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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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同学们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别忘记别忘记 好 咱们现场的咱们四位主创 再次到舞台的中间 然后媒体老师媒体老师给大家拍照片 练向舞台的 练向大家的 练向大家的 来 这样 同学们 咱们回座位 给媒体老师一些时间 练向 来 媒体老师 媒体老师 咱们到台下去拍 这样能拍到这个 咱们拍不到 来了来了 好 好 这样 这样 好 这样 咱们先这样 先在这里一起来和一位同学们 媒体老师在这边拍一下 来 领问 来 来 这样 来 Como 同学们的 把前面的位置给媒体老师控出来 那不然一会发表新能我们就不开心了好吧 来 在台上稍微给媒体老师控一下位置 首先咱们四位一起的合影 来 面向我们中间的媒体老师四位一起的合影 老师问这边现在灯光可以吗 好 接下来给苏岛跟威姐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好吧 来 两位今天基本上穿的是情侣装 我觉得你们可以拍得亲密一点 还有人说提那个苏岛满像那个超级玛丽的 要是愤感拍我们也没有意见 你啊